什么?欠女幽魂竟然还有现代版?相信绝对没有看过 降书了一个漂亮女鬼被女僵尸控制 到处的勾引男人,简直是太残暴了 不过我喜欢 请大家记好安全带故事正式开始 大学生阿里与阿全要准备期末考试 所以哥哥阿杰就给他们找了一个偏僻的乌孙居住 可是到地方一看好奇怪呀 整栋六号楼都没有一个人居住 不过也正好安静可以好好读书 到了晚上阿全的肚子饿 想煮泡面吃却没有瓦斯 阿里无奈 只能到路口的杂货铺购买 他刚出门走到六楼 却看到了一男女正在战斗 叫声震天 阿里想不对劲呢 这楼上明明没有人住了 那这一男一女是从哪来的呢 于是他吓得赶快跑下楼 找到了保安想询问一下 而这个保安也很奇怪 竟然在扔着纸钱 楼上是不是还有人住啊 小伙子 在这最好别多管闲事啊 阿里有些害怕了 买了瓦斯就准备赶快回去 可是又是走到六楼 却碰到了一个脖子在流血的男人 一把抓住了阿里的脚 求他救命 阿里想要报警 却发现自己没有拿手机 于是赶快跑了回去 找阿全要来的手机报警 只是警察来后 大家再回到六楼一看 别说是人了 就是一滴血都没有看到 第二天 阿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女友阿琪 阿琪觉得可能是阿里读书压力太大 需要放松一下 于是喊来了闺蜜要去乌村陪阿里一晚 你今天晚上打算煮什么队给我吃 嗯 双皮奶 双奶 到了晚上 闺蜜真的做好了双皮奶 把阿全吃的是热血沸腾满口胡言 而这时 阿里又听到了外面鬼叫鬼叫的声音 他为了证明自己昨晚不是眼花 于是又跑到楼下查看 没想到还真的看到了一个穿着百衣的美女 美女说自己的名字叫做小玉 和两个姐姐住在六楼的六十六号 大姐的名字叫做露斯 二姐的名字叫做玛丽 其实这两个姐姐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百年僵尸 天天晚上他们都会带不同的男人回家吸血 只要吸够了九十九个坏男人的鞋 再吸一个好男人的鞋 从此之后就不再害怕阳光了 可以白天出门害人 而他们也认定 阿里就是那个好男人 所以让小玉明晚去把她勾引过来 这点我就很奇怪了 阿里有女友还可以被小玉勾引的话 凭什么说她是好男人 如果是好男人的话就勾引不来 那还派小玉去干嘛呢 定面 阿里回去后也不和女友干正经事 一直在说这里还住着其他的女人 那阿七只能认为 是阿里脑子有病 于是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个知名的大骗子 马大师 让她捉摸作样过来看看 告诉阿里这里很干净 根本没有鬼 天还没黑呢 当然没有了 哎你不信 我今晚陪你出去转转 用我这块赵小镜一照 什么原型都显出来 到了晚上 三人拿着赵小镜在六楼下留大 果然没过多久 他们就看到了小玉 原来呢 小玉是出来买夜宵的 大姐听到东京也走得出来 还邀请他们回家坐坐 我叫露丝 小玉的大姐 不嫌寒酸的话 来我们家坐坐吧 反正闲着也没有什么事 于是大家来到666做客 阿全刚坐下 就被二姐玛丽的好身材吸引 把女闺蜜的双皮奶忘了一个干净 而这时马大师突然发现 这两姐妹非常奇怪 竟然在镜子里面看不到人 那不用猜也知道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于是赶快带着阿全与阿里离开了666 出门就打了一个车 赶快逃离了这里 阿里其实也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正当他准备找阿全聊聊的时候 突然发现 阿全不见了 其实阿全这个小色批 已经回到六楼找到了玛丽 可是这时 玛丽突然变成了僵尸 她直接扑向了阿全 对着她的屁股就咬了一口 阿全的表情还十分的享受 看来咬得很爽嘛 到了第二天晚上阿全却发现 自己竟然长出了一颗僵尸牙 而且对阿里的脖子十分感兴趣 十分想咬上去一口 就在这危急关头 小玉学赶了过来一把推开了阿全 把阿里救了出去 原来此时小玉已经喜欢上了阿里 并且把自己的悲惨往事也全部都告诉了她 原来小玉在1962年的时候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她在新界给一个黑帮老大做仆人 没想到那个老大也是个老色批 她垂涎小玉的美色想要霸王硬上弓 小玉拼命抵抗 最后死在了老大手中 最后老大偷偷埋葬了小玉的尸体 刚好埋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两个百年僵尸 从此小玉就被两个僵尸控制 倒出的害人 而今年乱山岗正好修路 他们的骨头都被起了出来 无家可归 僵尸发现这个乌村的阴气很重 所以就带着小玉搬到这里 阿里听完之后 第二天就找到自己的哥哥阿杰帮忙 而阿杰正是一个飞一虎队队员 如果你不是我弟弟 我不会相信这是事实 但我相信你 我想去找那个妈师傅问清楚 好 我们一起去 而这时的马大师 正在家中拜着祖师相 原来他这几年坑蒙拐骗 法力早就被祖师收回去了 现在又撞破了两个百年僵尸的真实身份 随时都会被报复 可是还没有等到祖师显灵 马力就带着阿权找上了门 准备消灭马大师杀人灭口 幸好就在马力准备吸血的时候 阿里与阿杰及时赶到 阿杰直接拿出甩棍 敲在了马力脸上 大师与阿里也趁机 扒掉了阿犬的僵尸牙 不过这时马力突然发飙 伸出了利爪 对着阿杰就是一通脑 把她的衣服都给撕掉了 马大师赶快告诉阿杰 要消灭僵尸需要刺穿她的心脏 阿杰也拿起了七五七之手的折腾 对着马力就是一顿输出 还卡住了她的双手 马大师赶快拿出逃目剑 刺在了马力的身头 成功地消灭了一只百里面僵尸 随后呢 他们逼着阿权做卧底 想要打入僵尸的内部 彻底地消灭他们 标的卧底 我叫做无间道的刘德华 嗯 刘德华跟梁朝威有什么分别啊 梁朝威要死的吧 干嘛 随后马大师穿上了道士袍 跪在了祖师向前诚心忏悔 希望可以给他24小时的法力 去消灭那只僵尸 阿杰就更给力了 他叫来了整只飞虎队帮忙 马大师带着阿里与阿权 冲进了666 不过这里一只僵尸都没有 原来想要进入僵尸的空间 需要先降低人体的温度 等到他们到了僵尸的空间一看 这里已经摆好了礼堂 原来今日小玉就要 嫁给鬼王大哥自彪 阿里当然舍不得了 上前就一把抢走小玉 马大师也出手消灭了旁边的僵尸 只不过鬼王也不会允许别人坏他的好事 马上就要冲上来抢回小玉 幸好马大师早准备 就名副将僵尸困了起来 阿里也拿出了金刚精 不断地念出了那句经典的经文 剥弱剥弱蜜 把一群僵尸搞得是痛苦不堪 鬼王不敢束手就擒 他直接扔出了阿拳 用他破了一道符咒 马大师一看情况不妙 联盟射出法剑 一剑就消灭了鬼王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猜 随后马大师让阿里赶快带走小玉 不过自己却被露丝抓住 眼看着就要被活活掐死 既然法力驱鬼不好时 那飞火队就来了一出物理驱鬼 他们在门外安放好了炸药 一下子就把666这个房间 炸了一个稀巴烂 连同露丝也被炸了一个魂飞魄散 可惜的是小玉的尸骨也在这里 同样也被炸了一个魂飞魄散 阿里虽然不舍 但是还是被马大师拽着离开了这里 电影的结局也很狗血 很快阿里就忘掉小玉 毕业之后和女友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而马大师经此一意名声大振 无数的人上门找他帮忙 不过马大师也没空 因为他收养了阿全作为宠物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本片名为爱上师妻娘也叫做僵尸秘籍 上演于2006年 拍摄公司是中国星 出品人是向华强 编剧是王晶 导演是霍耀良 所以嘛豆瓣评分4.7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分数 故事也很简单 照着倩女幽魂抄了一遍 但是无论剧情还是深度 都不如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除了爱情外 还在借轨于人 描绘出了一个黑白不分的世界 但是本片却极为简单 将是要害人女鬼爱学生 一切都是那么低诱 尤其是导演的拍摄手法 一直在那不停的闪啊闪啊闪 把人闪的眼睛都要花了 简直是太讨厌了 本片的配角安智杰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演员 可惜生不逢时 在一个港片开始没落 新二代恒星的年代出道 只能在各种的电影里面 做做反派 做做配角 未来应该也不可能再翻红 十分的可惜 好了本秋到这里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点个赞 喜欢看港台电影的朋友 也别忘记关注一下 谢谢收看正说电影 我们有缘再见